好的 随着主赛班的一声哨响 追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直接往前出送 把球卸下来 机会大门 球进了刘若凡 十分钟的时间 刘若凡连续两场泡门 帮助球队取得了1比0的领先 打进了无力进球 二十分钟一力进球啊 真的是进攻火力十足 精准制导 刘若凡右脚卸下来 左脚攻门 能更多组织进攻的责任 这次又是一个半单刀的机会 看看面对门架 还想再往中路给 自己有起脚的机会 还是选择了更加的无私 看看这次梁纳多 虎顶的位置 大门球进了2比0 这次梁纳多 倒三角的回传 门女同再来看一下 非常轻角的一颗 直面门架的机会 可以选择起脚 但是想交给梁纳多 梁纳多积极的拼架 把球拿下来之后 从容的倒三角回传 无贵超 在右边看看 美西宝利利用个人能力 戈尾有机会 打门 这次门前 出了摆脱之后 将球输送到了右边路 戈尾 2米的戈尾速度 还是慢了一些 再来看看这次 如果能再快一些的话 打门的角度要更好一些 又是干锐 倒三角再传回来 看看何欣 闪出角度 直接起脚了 这次开起来 高空学的争抢 这次各位 是争到了头球 各位和梅西宝利 是中甲赛场上的最高 二人前场 但是把球拿下来之后呢 不管是抢断 还是逼抢拿下来 处理球都非常的糙 技术还是有待磨练 看看刘若凡 直接起脚攻门了 这次门叫 明良再往中路 给直接选择了掉门货 本来是一脚 韩光辉 就拿下来 再往中路 给投球的攻门 门前 这次是进球无效 进球无球 张德华随着主赛班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响